这里面的话 其实有一些房价的一个落差 大家仔细去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 里面会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一个变化 那么到底是警讯还是买讯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但是在捷运开通之前的话 其实有几件事情的话 大家必须要了解一下 就是说这个环状线 你如果一旦规划通过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房价 然后通车的时候 它又会是一个房价 大权应该要怎么样来分辨呢 到底什么时间介入会是最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大概是一个房地产有个灰姑娘理论 我们把正式通车灰姑娘那个时间 我们设为12点好了 灰姑娘几点要落跑 11点59 对不对 她要落跑否则会变回南瓜 不是她变南瓜 马车会变回南瓜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看 如果那条中线是房价的正负零好了 计划公布会 黑色这条线 对计划公布会有一波 那就是早鸟和早虫的时候 会进去 然后呢 但问题是计划公布到今天什么行政院 批准审核完成 真的开始施工 挖下第一个产子 那时候房价是一塌糊涂 为什么因为第一波已经炒了 所以最好施工的时候赶快进去买 问题你会不会买 那个时候叫黑暗期 觉得说生活的 什么都看不到 对 那就是灰姑娘落跑了之后 今天留在那个楼梯上的那只水晶鞋在那边 你就觉得一片漆黑怎么能买房子 事实上那个时候买房最好 问题是黑暗期大家都不会买 那时候房价也是最差的 一直到什么时候 若干年若干年一直到试车 试车大概会是一个正负零的点 就是前面获利了结的跟新要买的人大概在那边交错 那个时候的交易量会很大 试车我们视为曙光点 试车到正式通车 你看那个涨幅有相当一个距离 那个时候是开始催油门往上走的 但是也别忘了 有很多的真正所谓的投资客都在那个时候出场 所以那再来 整个正式通车一直到通车后半年 又是一个大洗牌 为什么 为什么这是正式通车完以后又会跌下来 因为有些就太高了 有些觉得太高了 没有人接了 然后又有些买盘的话 真的首购自助在试车或黑 就施工期就买了 所以他在正式通车 他这边会把它卖掉 应该在通车前卖 所以你刚刚看那些地方为什么都跌 现在通车前会有一波投资客出场 然后等到自助客要进来 你从本来40万 早上45 早上50 早上55 早上60 正式通车放鞭炮 很棒 60万有没有人卖掉 没有 开手的很多 不会有成交了 然后一直要掉掉掉掉掉掉 掉到搞不好掉到48 通车后半年自助客又醒过来 觉得通车好像真的很方便 好 又开始进场 然后到通车后一年 他的概念是什么 通车后一年 如果灰姑娘真正进了皇宫 房价会再起来一次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这个几波的上面来说 有多少是进场时机 有多少是出场时机